1月18日某活动上众星云集 此次在国内颇具知名度的综艺《奔跑把兄弟》成员团也有参加 其中固定成员邓超、李晨及安州拉贝比同场良相 逆头奶奶灰头发的邓超显时尚 贝比则身穿露背长裙 大长腿若隐若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媒体问到了很多观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新一季的节目准备的如何 邓超一改平日放飞自我 超谨慎的回复 现在可以说的是我们在积极筹备中 同为跑男团成员的陆寒和邓超关系亲密 邓超还无数次的称陆寒为儿子 据悉陆寒与关孝彤公布恋情的那张照片 就疑似是在邓超家中拍的 而且在成员王祖兰庆祝生日的现场 关孝彤作为家属也在合照中现身 会问到如何评价这位儿媳妇 邓超不假思索的回答好 在这个照片当中网友也非常细心的发现了一个新加入的女孩子的身影 所以你对这个儿子的另一半有过什么样的评价吗 小鹿的女朋友吗 你说我对她的评价吗 对对对对 或者你没有什么 就是他之前 陆寒之前有个人跟您交流啊什么之类的 之前的女朋友 不是 不是在公布之前 哦在公布之前 然后你要问我的是 对小鹿女朋友的评价 对对对 好啊 好啊 好啊